Yo,观众老爷们好,我是新人阿卜书鬼座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一月新翻渐入尾声 国子之人已经平息,Q裙贴吧,处处都是没良心 不能不说,这真是杰出了一季 每月一号跟着正义的伙伴学习和风料理制作 每周四和金发少女种草各类日本拉面店 每周一看只有将棋是最多余的将棋动画 每周二看古奥天,从动物世界到老西吻、老铁吻到老头吻的转变 周三看平稳表现的金子 周六看不断爬身的国家队和一如既往可爱的林立 周日看人类古兰金、初代魔王摩卡因和月雾语 这两个月来每天逛B站都和逛海兰之家一样 每次都有新感觉 和这些持续追更新的还有一些翻是因为播放平台的原因 一般是两三周补一下,但也是质量上成的作品 这次要安利就是一部两三周一补的不温不火的音乐动画 《脸如鱼指》 《脸如鱼指》是每月尊远作为Studio制作的动画 和《脸如鱼指》是看了PV之后才决定去看的 第一是因为艾美尔的歌 第二是水粉的画风 第三是少女与大叔的主线 刚开始看我就很喜欢这个女主 我就觉得鼻嘴清秀 眼睛特大 单马尾千米腿的妹子特别好看 毕竟现在大家单身久了 看个蜥蜴都会觉得眉心目秀了 对女孩的喜好别致一点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部动画将说了伤兵的女高中生 失落时偶遇大叔 并追入爱河的爱情故事 制作优良 远景清晰唯美 近处房屋精致 人无细节到位 水粉画风上每一集都有粉嫩青春的气息 音乐制作也非常好 大和剧集电影专业作曲家 吉玉良负责的配乐 出色的弦乐让整个作品飘荡着淡淡的忧愁 再有笑点的部分 电子乐也填补的恰到好处 配音上新人深幽赌卜沙公 和一位海贼王中山智 最优忌中沙悟静 配音著名的平田广民的表现 也都中规中矩 分镜画面构成别处心裁 突然的画风变化 光云中属于女主的自我沉醉时间 不经意接调解情绪的搞笑片段 在同类作品中 这都非常出色 然而要以满足这几条来安利动画 那我一天可能可以安利十部 传言像动画每个季度都会有 发过两个操作 更特殊的也有 在我看来 属于这部动画的亮点是 人设上关于心结的暗线 和整体氛围的烘托 女主居心层是高中田津队王牌 却因为伤病不得不忍痛告别 在低谷期遇上这样一个 温暖这些大叔打动了他 在爱情上使他有了新的追求 纵使有了新的目标 但田径与奔跑 永远是他难以打开的心结 男主静腾是一个家庭餐厅的店长 从今一起看 就是一个离异的中年普通人 后续设置的 在图书馆与女主的相遇 又让他添上了文学中年的人设 如果只说文学店长的心结 那也太对不起他四十余年的生活了 离异 理想 工作 与基于历经世事男人心中的东西 自然不像敢爱敢恨的生理的般简单 听着这样一句话 在我看来是对整个作品 除了恋爱外 丽与异常的揭示 若说新海城的秒速 里面是从侧面和时间线的推移 展现出美好的青春和无奈中年人的唱往 这部动画就直接从正面冲突 展现年岁增长所得来的遗憾 与想通世事之后的释怀 除了关乎新节的暗线 也如预知整部动画所引荡的氛围 让我更能够沉浸在这一篇少女的爱河之中 老眼多编部曾经指导过哆啦A梦剧场版和宇宙兄弟 特别擅长使用层层推进的电影化镜头语言 故事讲的优长却不乏味 看这样一部动画会很自然的盯着屏幕不做其他事情 不会与他人因党真在弹幕产生口角 不用时不时的点点看幕看精品吐槽 不需要翻看评论区大神的背景科普 只是在音乐画面分尽焦杂而成那一篇属于少女的心思里静默 每一周这二十多分钟过得是太有意义了 面如《鱼指》这样一部作品在岛位档播出 特别的岛位档动画总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题材上有新突破的 比如《Psychofan》《农军物语》 一类是题材很常见 在呈现方式上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比如《乒乓》《东京残响》 内陆于《纸》自然归立在第二类 作为一部纯爱像动画 凭借人设上的别处心裁 利用全新的情景 呈现了《丹江死者》以烂打击的主题 一月好翻 郑重安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推荐硬币三连 下一期应该会做4月版相关的主题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